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双十一牵价格割喉战 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宇因坚持揭露社会弊病 直言批评遭到中共断网超过两个月 俄罗斯驻港总领事呼吁加强香港与俄罗斯的关系 香港的角色由左右逢源变左右围栏 政治学者时事评论员王伟角是这样分析的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不过我们首先来讲到香港政府打压数码权利 跨境镇压令到公开资讯越来越少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发表报告 指香港政府打压数码权利 影响的不止身处香港的人 更加包括身在海外的人 形成了跨境镇压 令到香港公开资讯越来越少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报告作者华牧称指 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生效之后 对于香港人权自由的打击 也都应用在网络空间上 例如一名曾经参与2019年抗争运动的香港人 搬到加拿大之后 继续参与义务工作争取香港民主 而他在通讯软件Telegram收到恐吓信息 包括滋扰、侮辱信息 其后更加深吸到血腥暴力的片段 以及他的个人资料 香港政党社会民主连线 在2022年9月收到PayPal HK团队电邮通知 指申时期账户之后 认为当中涉及过高风险 因此终止提供服务 华牧称指 外国公司即使只是遵守 不符国际法律标准的香港法律和警方要求 都有可能成为香港政府镇压的工具 报告也提到发放香港抗争者个人资讯 研究指或与中国大陆有关的香港解密网站 香港政府依司法途径 禁止示威歌曲 《圆荣光归香港》 以及留学日本的香港学生袁正廷 被指在网上宣扬香港独立 回港之后被控制动罪 而被判囚两个月 华牧称指 这些发展都令到香港公开的资讯越来越少 人人都担心乘到报复 令到记者更难报道香港发生的事 而公民社会和外国政府更难发声 香港监察在星期二 在英国国会举行报告发布会 有份审阅报告的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高级分析员 抗重情说 根据香港立场新闻两名前总编辑 被控制动罪成的案件 如果一个人或者平台 在不小心或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发放一些煽动内容 发放的平台都需要负上责任 他说 假如他在社交平台说 光復香港 那么社交平台就会为他的言论而有刑责 他说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我在社交平台无意的行为 会令其他人有危险 即使我无意如是 而这些社交平台可能在香港有员工 这个会令我再多想一层 我是不是应该这样做 我是不是应该将一些我不认职的人放进险境 抗重情说 在近期另一宗涉合前 港大学生会评议会主席 张敬生的案件之后 什么案件涉及国家安全 完全由香港政府决定 而定义十分空泛 他说 在海外香港人网上杂志鱼水 被香港封锁一事 香港警方在9月3日 发电邮制提供网站托管服务的 美国公司Automatic Inc. 指控鱼水可能触犯多条国安法例 要求将网站下架 他说 Automatic没有跟随 但他是被记者查询之后 才得知网站在香港被封锁 更加显示香港的国安行动难以触摸 他补充指 不认为在香港营运的英国公司 明白相关风险 英国政府也没有协助他们理解情况 在会上发言的另一个嘉宾 英国港桥协会创办人郑文杰就说 他曾经尝试在Facebook 分享报告发布会的贴文 但被平台剷除 他说 我一分享 贴文就立即被剷除了 他们说是误到内容 我上诉了 但没有收到回复 这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他说 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审视中国政策 担心政府注重经济先于人权 而中方能否在伦敦建立一座新的大使馆 将会是一个测试 报告作出多项建议 指美国 英国 欧盟 欧盟 加拿大政府应该审视香港经贸办的特殊地位 制裁相关官员 科技公司也应该加强社交媒体的保障和报告机制 确保平台不被用作跨境镇压 框重成就说 美国有一个处理跨境镇压的热线 但他听闻不太有用 他认为更加重要的是 教育前线和地区警员如何处理相关事件 郑文杰同意 作为一个被香港政府通缺的人 英国警方需要成立一个工作小组去处理 框重成有建议 香港人要与海外的维吾尔 缅甸等群体分享知识 因为他们有更深入的网络封锁经验 美国之音突约记者郑乐志 伦敦报道 俄罗斯因为2022年2月抵入侵布克兰 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 当间香港注册公司 就被指涉嫌协助俄罗斯绕过西方禁运 俄罗斯驻香港总令士加尔加波洛夫 10月底接受香港的报章专访 提及到俄罗斯与香港的关系 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又建议香港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举办经济论坛加强关系 有学者分析着指 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 已经被西方国家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失去了联通国际的角色 由左右逢源变成左右为难 据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引述香港南华早报 在10月28日刊登俄罗斯驻香港总令士 卡尔加波洛夫的专访 他形容俄罗斯与香港的关系 是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一部分 由于近年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有着显著增长 他建议香港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举办经济论坛加强关系 俄罗斯因为2022年2月抵入侵乌克兰 被美国等西方国家制裁 包括禁运和切断当地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也就是Swift的系统等等 不过美国财政部和智囊机构发表报告指 有多间香港驻册公司 Swift将俄罗斯绕过欧美制裁 将高货产品以及车车品等货品出口到俄罗斯 卡尔加波洛夫在专访当中说 欧美国家对俄罗斯企业的制裁非法 他批评西方国家的主张 是新殖民主义 以制裁方式的惩罚不遵守规则的人 甚至是消灭竞争对手的方法 他指这是严重扭曲全球经济 在今年7月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发表报告显示 香港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 在2022年2月底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增幅加倍 2022年全年达到4亿美元 仅次于中国 报告点名多间香港公司 包括以销售肥料和木炭为名义 协助被制裁的俄罗斯公司 运送半导体集成电脑等 被西方国家禁运的货品 政治学独立学者 时事评论员黄韦国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俄罗斯战争爆发之后 俄罗斯被欧美等西方国家制裁 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就更为密切 不排除中国大陆 透过香港的公司逃避西方的制裁 他认为今次俄罗斯驻港总领事 接受华华早报专访时 高调肯定香港和俄罗斯的关系 反映出西方国家的制裁阻吓力有限 他形容情况就好像香港以往的 小贩走鬼的情况 所谓每次公布这些名单或制裁 其实我们都知道作用不大 第一 而一个情况就好像小贩走鬼那样 就是说我开十间 你制裁十间 我就再开十六间 你再继续下去 不断用这种走鬼的方式 去继续这种白手套 或者是一种借香港公司继续进行贸易的做法 而发现到就是说 如果你在美国对香港经济 关系的层面上 不会有进一步一些很强烈 或者很针对性的一些惩罚性措施的话 其实这个做法是挺有效的 所以你可以这么说 你盖我我就继续开 你盖我我就继续开 我就不断开下去 至于美国共和党参选人特朗普 胜出在星期二的总统大选 明年重返白宫执政之后 会不会继续和欧洲国家制裁俄罗斯 王伟国分析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 之后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错综复杂 会否再次生孤立主义 有待观察 甚至有可能间接要求乌克兰 尽快和俄罗斯走上谈判 王伟国说 目前观察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的 美国的关系还是言之上早 有待特朗普正式委任国务卿等官员之后 形势才会更明朗 不过他认为特朗普对香港政策 不会有太大变化 等于之前就是特朗普今次 有接受梅打说就是说 如果我当初我有方法 令到黎智英释放调 但是如果你说 说回在人一等营那时候 就是说黄之锋 去美领寻求政治庇护 但被拒绝的经验都见到 我们会不会对这些人所谓 所谓承诺 凝救某些人 或者甚至是会令到某些人释放 的信心 或者那个可能性 是不是真的这么大呢 我真的持一个很怀疑态度了 黄毁国又说 香港2020年6月30日 实施国安法之后 已经被西方国家 视为中国大陆的一部分 失去联通国际的角色 由以往的左右逢源 变成左右为难 未来的发展前景 不容乐观 你作为责产 你不是国家 你都要讲经济 你不要是成为 拖中国经济后腿的一个力量 其中一个人 你是要帮中共发财 你不是搞到中共发不了财 这一样东西 其实西方国家都见到的 所以现在不是很 现在基本上西方国家 就是想想香港 赚了一笔钱就走 就好像很多香港人 想着赚了一笔钱 就跟着可能过来英国 过来加拿大 去台湾那些地方 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我想整个问题 关键就是 大家对香港的体化 心态 四年以来已经是完全改变 也都相信 在现在这个政治局之下 不可能有任何变化 只会越变越差 只会不会有改善 会有改良 或者有所谓优化 只会向着一个 毁灭的方案发展 如果说得极端点 香港特首李家超 在今年10月中发表施政报告 提及香港会继续积极拓展 和深化海外网络 包括和中东 东盟地区的金融合作 举办更多国际金融盛事 并且在金融领域上 寻求进一步 和伊斯兰市场合作 香港五轮工学院 社会科学院 兼任港师 王志伟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 说 香港是一个对外开放的经济体 应该是食四方法 无论是俄斯 一带一路的国家 二致欧美 日本 南韩等发达国家 都会和香港发展经贸关系 他认为香港政府 应该维持四海都是朋友的状态 主动和欧美等西方国家联络 不要侧重发展某些国家 或者地区 否则难以维持中国大陆对外窗口的角色 这个港交朋友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样你才可以继续发挥到 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作用 我相信对中国大陆来说 其实他自己都需要考虑 你虽然想香港一方面用大湾区 但是你仍然继续在说香港要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 要用这个优势来不止讲好香港故事 亦希望去证明一国两制的吸引力 和制度上的弹性 如果针对这些 我就觉得香港政府有需要的 就不要胆怯 应该可能需要厚着面皮 去找一下欧美 去谈一谈 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 中国酒店业在疫情之后 人潮回流带动之下 去年又所复苏 但是今年的市场形势再生变化 不少酒店仍然选择大量扩展分店 导致供过预求 盈利下跌 最新的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全国开业的酒店数目 已经超过34万间 传量之大 令到市场陷入供过预求的困境 也令到不少的业者 盖探今年的关键池系 客流下降 仗不动价 内卷 尤其即将到来的 双十一购物季节 更加催生价格格猴战 不管专家分析认为 中国酒店业 轻松盈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行业在短期内 或者将会继续面临激烈的削价竞争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 在台北的报道 惠于降素 因为议题敏感 不愿意具名的饭店品牌负责人 徐女士说 今年酒店业在供过预求的前提之下 酒店业者只能透过减价来吸引客源 没办法兼顾房价和入住率 尤其是淡季更加枉论 房客越来越精打细算 一家三四口人迫迫 一间商人房的需求上升 徐女士对美国之音说 不理是什么品牌和什么升级 现在中国酒店市场已经全面进入 全量时代了 今年房价和去年压根不能够比 湖北宜昌的暑假房价 同比2023年下降了一半左右 酒店利润减少 甚至是涉本的 徐女士说 市况预览 令到中档酒店的回本周期拉大了 还要面临很多自有物业 外行新开酒店的竞争 未来几年的加价割喉战 恐怕将会持续 在中国酒店陷入低价战时 全国酒店却快速扩张 根据北京研究机构 欧维云网 8月13日发表 中国酒店市场总结与展望 中国2024年上半年的 开业酒店15间房客以上 总数超过34万间 包括新开张的23000间 客房总数达到1623万间 全量规模庞大 也几乎快重返2019年疫情前的 供求水平 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历年发表的 中国饭店业发展报告 中国酒店业的总客房数 于2019年创下了1762万间的新高 后来受到疫情影响 在2021年跌到1347万间的新低之后 才又反弹回升 但即使酒店业绩 从今年5月1日的长假期开始明显疲远 国际酒店仍然疯狂扩展 例如希尔顿、瓦高、州制集团 今年都已经实现在大中华区开业 700间酒店的里程碑 另根据英国研究机构 Logic Econometrics的中国酒店建设趋势报告显示 今年第二季度 中国有3815个建筑及规划的酒店项目 创历史新高 而且据他的预测 今年底和明年底前分别 还有937间和994间的新饭店开网 辞力于饭店旅游业顾问服务的上海 浩华管理顾问公司执行董事 吴智盈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表示 受到疫情各自的酒店计划 近期陆续集中入市导致短期供求大增 也逼使饭店市场进入全量的时代 他说 新开幕饭店的地点 除了流量和价值相高的一线核心区明星市场之外 还集中在三线以下城市的下沉市场 这是一个消费力有限 但人口更多的增长型市场 饭店业在过于求疫值预览的前提之下 还需要向网上旅游代理瓜分让利 尤其是葵程、美团、同情、飞珠等旅游出行服务平台 已经成为饭店业在双十一等 购物节销售防客的主要渠道 也是牵起葵后价格战的主战场 好像是葵程推出双十一先团后付的大速 支持宁员下单的对标飞珠的花贝团酒店 亦即消费者先买券等入住饭店核销时 再出账还款的预售制度 除了降低用户消费门栏 还搭配限量红包、旺贵不加价和饭店套餐等折扣 澎湃新闻10月22日形容 今年的促销方案是最惨烈的网上旅游商十一 该报道还引述葵程内部人士的讲法称 消费者团酒店券之后现金流入的不是饭店集团的账户 而是极大补充网上旅游平台的营收 不过位于杭州的境内游客 賴先生直言中国旅宿产业内卷对消费者有利 但是防客消费降级和客制需求 才是产业竞争未来最大的挑战 他说 賴先生说 与饭店规格和平台无关都是源自消费者的需求 好像我不是一晚一千元人民币住不起 而是选择青年女社更有性价比 这个也不是没有钱住不起而带来的消费降级 我就是想将钱用在其他地方 賴先生说 网络时代薄利多销饭店和平台因为流量经济相互依存 但饭店让利或不代表亏损 因为没有利润的饭店 谁傻子会入场呢 对此 上海浩华管理顾问公司的高级顾问范逸淳也都说 平台阿叔酒店业利润是不争的事实 但面临今年的需求量不足的时候 酒店业通过平台大速引流 还是有商机为短期内 难免价格战激烈 根据非洲平台国际假期出油快报的统计 中国境内高升酒店于今年11场假期期间的预订量比年同期增加了近四成 但酒店预订均价同比侧下降了约6% 大数据商业分析平台卖点研究院10月17日发表的 2024年9月中国酒店业发展报告也都称 饭店业轻松获利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 报告指出 中秋节饭店价格下落每客房均价近107元 分别低过去年及2019年同期的139元和123元 不过中秋节期间的平均入住率达到56% 已经几乎接近2019年的59% 这个话反映出中国旅客的住宿需求未减 但对房价更敏感 也都对住宿选择更加严苛 豪华管理顾问公司的范液唇也都分析 今年中国酒店市场供给量过大 但需求量偏弱 消费力也都疲弱 即使消费者里面有钱 但谨慎消费之下 考验酒店业者的收益管理能力 尤其是国际客源未恢复 已经令到上海饭店业的业绩呈现断崖式的滑波 范液唇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 平均房价来看的话 其实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这样的趋向 所以我们看到一些酒店 他说从平均房价来看 支付意愿的确有消费降低的趋向 酒店价格竞争还挺激烈的 甚至会出现以价换量的状态 所以入住率房价相低的确是今年的特征 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 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语组网站 网织是VOACantilist.com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维 中国知名独立记者高瑜 因为坚持揭露社会弊病 直言批评经常碰中共的红线 自从今年8月底以来 当局已经切断了他的手机号码 屋企的电话 甚至连宽频也被停止 高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这打压手段使他在高度依赖网络的北京生活 可以说是举报为奸 甚至无法预约去看医生 虽然面临重重的困境 他坚持说不会关闭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面的账号 也不会因此沉默 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高瑜克服重重困难 借网络连线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他说在去年8月 他在微信的朋友圈 和群聊等的社交的功能就已经被全部封禁 只是剩一对一聊天功能勉强可用 而更加严重的是 自从今年8月26日起 他的手机号码 家中的座机和宽频等的通讯手段 在一夜之间被全面撤断 他说在北京生活 高度依赖移动通讯 时时都靠移动支付 数码验证等 因此被断网令他陷入 形同社会性死亡的困境 连外出打车等的基本权利都被剝奪 当局并未说明为什么对高瑜这样的压迫 但他说他很清楚 这些手段是为了迫北拒关闭美国社媒X帐号 并且对外停止发文 高瑜自从2009年底 开设前身为推特的X帐号到现在 共拥有近45万名追随者 总计发帖文近2万则 即使在被逼只能够用尽办法使用网络发文的 这两个多月里 他亦已几乎每日发布1-2则帖文的频率 总发文超过50则 例如他11月1日就中国维权律师王宇 在拘留所处食抗议一事 发出沉痛的评论 高瑜写说 没有司法公正 执法僧宁 社会暴露出的丑恶会越来越频繁 高瑜说 现在在家中唯一的对外通讯馆里 就是乘他儿子的手机 还可以使用微信 但只要他的儿子一出门 他就失去对外联系的便利性 相较其他人 好像在国内同租监控的异见人士 就连身处海外的反共人士 都至少还能够正常使用微信 他感叹自己竟然成为处境最艰难的人 而且现在所受的管制 甚至比几年前他刚刚出狱 仍然遭到剝夺政治权利的时候 还要严厉 我就这么一个小推特 你就这么逼我 现在连我正常生活 都受到严重的影响 你说说你们有什么可怕的 而且国内有谁看得到 高瑜说 他就这样一个小推特 就是X账号 中共当局就这样逼他 现在连他正常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 你说他们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且国内有谁看得到他的X的法文呢 习近平对言论的控制超过六四 超过文革时期 在文革时还可以自己扮小暴 中共除了通过网络封锁 限制意见人士发声之外 每逢重大活动 或者临近政治敏感日期前后 也会发动维稳 强迫异见人士离京 被旅游 这个也是 是令到很多中国意见人士 不声其妖的管制手段 高瑜说 单单在今年 他已经在三度被旅游 包括3月全国两会的时候 他被带去了广西 6月初的六四周年前后 他又在警察陪同下 到河北八日 7月中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依往来并非高度的敏感活动 但今年当局 他是格外谨慎 他又被送来北京 去了一趟河北 成德旅游 高瑜说 想起来其实 他这个人心都比较宽 如果是其他人早就被激死了 他用国宝发一阵脾气就算了 他们现在也没办法理他 反正谁找他都不方便 过去还能打电话 现在连电话都打不到 虽然遭遇种种打压和限制 高瑜在接受美国基金专访时说 未来他仍然将会持续在X上发文 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任何新闻媒体 能够为百姓发声 只剩下像他这样的自媒体 在官方无以复加的打压之下 还能够以微弱的声音立喊 直至声嘶力揭 对于高瑜所受的无理压迫 位于美国维根尼亚州的时事评论员 郭保胜 在接受美国基金采访时说 中国政府在毫无法律的依据情况下 对高瑜采取全面断網的激烈举措 反映出 中共政权缺乏自信的恐慌心理 郭保胜说 中国对高瑜的言论非常忌諱 因为还是不断有人翻墙过来看 中国最害怕的就是 国内的人听到真实的言论 其他政治犯很多都是 因为推特言论判刑的 高瑜老师已经坐了很多年牢 然后年龄这么大 他们采取团網也是一种惩罚的形式 位于美国的前北京六四学运领袖黄丹 说 在中国境内仍持续发生的疑见分子之中 高瑜明列前谋 自然遭到中共忌惮 以上是美国基金第二记者 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听过这一节报道之后 又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 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 回来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